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一次能夠出版書 我真的自己有一點莫名的感動 為什麼這麼說 這一本書不容易寫 因為沒有人寫過 第一點 那也找不到答案 這些答案都是在從患者身上 一個一個案例累積 然後再做歸納 然後去找出他的原則 然後再把它表達出來 那在表達的過程中 我著以文筆 這一點也是我苦以 不知道怎麼把我內心中 很多的想法表達出來 我寫的是不是已經夠完整 但是中間過程中 不是像大家想像很一旁風水 譬如到最後他們希望要求我寫一個秩序 這個是很傷腦筋 因為又是文章的 也不是我擅長 那即便這樣寫出來 我這樣前後改了 也花了差不多一個多頁 光一篇序 他們說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英文版也要翻譯 然後很多人都在看 所以對於這一版 我要求的很苛刻 那對自己也是這樣 就是全力以赴在寫這一本小冊子 那到了事業底我想應該可以了吧 結果最後又發現 好像還有一些圖南間就是靈感來了 而那個靈感不是建議圖南間會來 是在不斷的很多案例中 然後再去反覆思維下 我發現原始點 還可以寫得更精簡 那本來都已經快出來了 那這時候都在印啦 我叫他們停 趕快 我還有一段要寫 就是包括論果 論果我認為還沒有表達到我要的 然後寫出來之後 以為可以了 又不對 好像變因 有一段很重要的 尤其在第二段 我認為是核心中的核心 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說 什麼情況的患者應該先溫敷 什麼情況下的患者應該先按推 我們舉出三個那個原則 但我發現這三個原則裡面 有一個是多餘的 因為我把這三個原則 套到每一種症狀 也就包括從輕症 一路到重症到重病 我發現不對 裡面竟然還可以再精簡 精簡到兩個原則 而且可以完全套入進去 然後操作者 操作者也就是他即便沒有很多經驗 他照我的這一本小冊子 他已經算是很厲害 他一看就知道這個人 是應該先溫敷還是先按推 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在最後那一點上 我有一種欣喜若狂 我覺得這個對我而言 我知道是一個原始點又一個大突破 因為就好像原始點一開始 也許不是一條脊椎 可能還有十幾處點 那慢慢一直修正到最後七點 我認為那個就是多餘的點 如果在這個再修正 原始點他已經簡化到不行了 也就是以後有人要再幫我砍 多砍一刀 然後大家就會少了很多 多增加了就會覺得累贅 那變因在這種情況下 最後台北的書已經都印出來 我最後還是要把它改 改了就是起碼英文書 可以即時把這些最新的資料翻譯出來 這樣才能夠達到我內心中的完整 這一本喔 我第一次拿到的時候 跟以前不大一樣 第一個 封面設計看起來真的像書了 以前那個他們說有一點小色 就像宣傳廣告的 那個不一樣 它裡面質感也不一樣 大家看喔 以前都是光亮的 現在這個紙張沒有反射 看起來會很舒服 而且裡面很多插圖 它這些 譬如說這些啊 它在每一邊都會做一些插圖 我覺得讓人家看起來 不會像以前那麼呆板 變成很活潑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本西書 人家再拿起來看 那種質感也好 然後偏排也好 跟以前很大的不一樣 好 好 那 這一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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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